Youtuber本本因为可爱外形直率个性 受到不少粉丝喜爱 经常会在网上分享生活的他 8日就发文谈言自己一直以来 都常被朋友劝不要吃隔夜的食物 但他都不理会还是照吃 没想到日前他吃了一整天 都没冰起来的菜补蛋 结果就从晚上6点就开始感到恶心 接着上吐下泻严重心悸还有头痛 烟压膏 贫血等状况 一直到凌晨3点他才没有开始跑厕所 本本也借由这次的经验 真的体会到事情的严重性 并表示自己真调皮以后再也不吃隔夜的东西 结果在网上曝光后 汪们纷纷表示 食物放置隔夜真的会有很多细菌 真的不能随便乱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